因為每一個老師我看到他們 他們對每一個小孩子都 都是磕磕氣氣的 他們不會用打罵的方式 因為別人看到你會覺得說 一開始就覺得你很傻 為什麼你要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我覺得至少自己是很開心 一位輪椅身障者搭配一位教保員 貼身照顧 這裡是天主教世光教養院 收容的大多是腦性麻痹 重度和極重度身心障礙的民眾 除了教保員外 不少社會勞動人也來這 當終身志工 有智能障礙的身心者 讓我感覺到說 一點 我 我從這邊服務了以後 深深地體覺到一種 聲音再加上我上去 去發尿布的時候 我看到了以後 我的自信就總覺得說 父母親把我生得這麼好 那邊的父母親 把他生得這麼不好 我為什麼還要酒駕 曾酒駕犯錯的彭先生 看到這些孩子 有九層生活無法自理 有時還會發出歇斯底里的叫聲 這些衝擊讓他相當震撼 自願成為志工 還有他也因為酒駕撞傷人 來試光服務 我來的時候我突然覺得 哇這個衝擊太大了 就完全直接說 直接打到你的心臟給你的心智 看教保員他們在 在搬上架床的時候 那個心我會覺得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是那個躺著的人 或是甚至我是照顧他的人 我會有這種耐心嗎 而這位羅先生 則是因為帳戶問題 違反洗錢法 被分配來試光社會勞動力 而他有隨便廚師等專長 在廚房也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來到這邊我覺得連最近沒有打掃 你都做不到 你還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好計較 就是做啊 像有時候出去搬東西 或者是去放大魚 今天就沒有人要幫忙去拆 其實我 因為我覺得我會 我剛好可以幫忙 對我來說就是幫忙 他也透露自己做過公廟的機身 讓他在服務時有更多的同力心和關懷 對我看到他們 其實我會看到他們正常的樣子 就是說他們不是這樣 但是我是看到他們正常 對對對 我可以看到他們正常的時候 應該長什麼樣子 我們也希望說 這些老部來這邊啊 受到就是 好好把他的時速服務完了 像我上次也有分享 我們年中尾牙 我們還有一桌 我們員工在餐廳嘛 還一桌留言他們 邀請他們一起參與 世光員工的那個尾牙活動 世光教養院在1990年代創立 近八成院生有多重障礙 但也因人力短缺 找不到人服務 多虧這些社會勞動人來幫忙 讓世光持續為重度障礙者服務下去